他們將帶來的研究題目是 TVIP的美麗與哀愁 台灣新移民的問題研究 或許以熱烈的掌聲歡迎他們 大家好 我們是第三組 我們這次的報告題目是TVIP的美麗與哀愁 TVIP的意思是泰國、越南、印度及菲律賓的外籍勞工 我們的研究動機是在台灣的工業區 在台灣的工業區常常看得到外籍勞工的身影 但有許多人對他們的辛勞和苦吻並無瞭解 所以我們產生好奇想要更深入的去了解 我們有些人常常會看到一群一群的外籍勞工在工廠旁四處遊蕩 所以我們覺得有些人會對他們有啟示眼光 所以我們覺得應該要尊重每一個人 讓每一個人得到應有的基本人權 讓我們的研究目的有新住民在台灣守面你的問題 還有了解如何幫助吸引你的辦法 然後上面是我們的文獻探討 然後這是我們理定的訪談題目 然後我們有去訪談兩位外籍媽媽 然後這是我們的問題 研究結果與建議 吸引民來到台灣通常會有生活適應不良的問題 包括語言風俗文化的差異 例如說我們訪問的泰國媽媽她說 吃飯的時候台灣人通常是以碗就口 但是泰國人卻是把碗放在桌上再夾起來吃 這小小的差異可能就會造成很大的衝突 婚姻暴力問題 吸引民媽媽來到台灣通常都是能力低落 然後來台灣賺錢 所以帳戶可能都是殘障 智能不足或者情緒不穩定 一旦工作不良時可能就會用暴力來解決 子女教養問題 吸引民媽媽來自不同國家 所以可能來到台灣後會對帳戶的供活 會產生一些對子女教育問題 社會歧視問題 我們通常都會對東南亞的外籍勞工有歧視的行為 譬如說在路上看到一群外籍勞工的群聚 就會刻意避開或者是用意外的眼光去判斷 然後根據研究結果 還有我們所反彈的外籍媽媽所提出一些建議 就是我們的婚姻是要經過思考再做決定 然後外籍媽媽也有跟我們說過 我們一定要了解對方整個家庭 然後畢竟結婚都不是兩個人 結婚不是兩個人 是要經過很多思考才能做決定的 然後第二個是兩方的婚姻觀念都不同 我們就需要多尊重還有溝通 就是台灣男生有些想法就是覺得娶一個外籍新娘回來 就是他就會很聽話 然後我就會控制他的 但是結婚是一個新的開始 女人也不是一個生小孩子的工具 這都是我們要學習的地方 然後第三個是我們必須包容對方的文化 就是其實外籍當中也有很多是能力很強的人 他們跑來台灣但是都不熟悉文化 然後就很容易會產生衝突 就是然後我們都要試著去包容 這樣子才可以維持那個婚姻 然後這我們都值得深思 然後這是我們的參考文獻 然後以上的專研是由八年勤班宋亮言 八年胡班王一文 和八年這班宋亮語一起製作的 謝謝 好謝謝這個三個班聯隊的報導 老師第一次看到這個題目的時候 老師把它解讀了台灣的VIP 所以呢 老師解讀這個題目是 台灣新移民就是台灣的VIP 聽完他們的說明之後 才知道原來TVIP代表是哪四個國家 。 越來越南I呢? P呢 P呢? Pedmid Pedman 接下來了我們歡迎編號